我們基隆人就是這樣吃的啊 吃著沾有獨家醬汁的菜桃肉 議長童子偉滿心歡喜 雖然是第一次來這家老店 品嘗這種充滿基隆味道的小吃 但是一吃就愛上 但是我每次經過暖暖街 我每次來這個對面的這個媽祖廟 都會看到這些店 然後這一次呢 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動力 就是這個我們司機大哥 跟我說這家店超級無敵好吃 所以我說蛤 那我怎麼可能沒吃過 可是其實呢 我們基隆人的招牌就是肥菜肉 有沒有 因為太好吃了 我已經把它吃完了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小菜 V粉 是我們基隆人對小時候的一個 特殊的記憶 我們的傳統就是吃這些東西 然後小時候其實在基隆 這個每一個區其實都有 像我們人愛區也有 童子偉回憶 對於吃菜桃肉這種傳統 基隆小吃有一種特殊情懷 因為自己出生在大家族 從小吃飯都是家人親戚 一起吃大鍋飯 非常羨慕同學下課後 可以獨自在外面吃菜桃肉 因此逮到機會就去吃一次 回家就被罵 因為晚餐當然吃不下 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家裡有煮飯 每天都有固定開火煮飯 然後因為是家族 大家一起吃飯 包含公司的員工 大家 我們是吃大鍋飯 圓桌的 所以我每次都很羨慕同學 在外面吃這種小吃 北菜肉啊菜桃肉 我非常羨慕同學 有一次呢 我終於受不了了 我決定在放學以後 四點下課 我就自己跑去吃 一定要偷偷摸摸的 因為會被抓到 跟同學去吃回去吃不下 也是被罵 可是因為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所以就是我對這個特殊的一個情懷 浙家位在暖暖街鐵路平交道旁邊 看起來不起眼 沒有店名 也沒有特地裝潢過 卻是已經賣了四十年菜桃肉 和傳統米粉湯 以及傳統豆花為主 每天人潮不斷的在地小吃老店 童子偉稱讚現年已經八十六歲的老闆娘 把店經營得很成功 很親切 就像自己的阿嬤一樣 老闆娘卻客氣地說 年輕時為了養大孩子 黑白做黑白幣 沒有賺什麼錢 所以幾十年來 也都沒有裝潢過 妳的舅舅舅舅舅 沒有啦 那是簡單 老舅舅舅舅舅 那些人知道我也成功 那些年輕人 像小孩兒子 做母親要幫我吃飯 幫我吃飯 那些人又在做花棒 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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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改變 為什麼不想要改變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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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子偉再次稱讚老闆娘這種 課勤課減又客氣的個性 正是台灣的精神 這是台灣人的精神 我們傳統老一輩的長輩 非常的勤奮 努力在工作 然後存錢 這個是完全的台灣精神 而老店對面就是暖暖區著名的安德宮媽祖廟 賭姓媽祖的童子偉也不忘前往拜拜致敬 祈求媽祖保佑基隆風調雨順基地昌隆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